这个这个话你倒是为止啊 不要聊了 真不是我 我真是无语死人的 真不是我 您不要往上扣 公司我女灯牌的公司我 公司女的你的灯牌 反正灯牌都没有了 我女兽牌的纯牌 我类都没有了 对 我们都没有了 我刚才没有了 紫牌的红色 公司店的档子 然后摆紫毕业 第一个小型 有点大型 是 变成的 菜 有点小型 有点小型 你 用 打PK是一样 我感觉很多娱乐主播 素质都不怎么好 乍乍乎乎乎的 感谢西安 感觉很多娱乐主播都乍乍乎乎乎了 这个话题上人是吗 你看我不聊它都上人 我都没聊你知道吧 我都不想聊 我都不想张嘴 我知道这个话题上人 但是我总是感觉拿别人去炒作 把别人在直播间说 为了流量 为了人气 就把别人在直播间拿去说东说西的 我不想做这么没有下线的事情 知道吗 你看我 我最少有五分钟时间 没这么说话了 我就看你们在聊 我也知道这个话题上人 但是我真不想那么去做 懂吗 其实我知道流量密码在哪里 我知道 我也不是个傻子 你看这 你看这个直播间人呢 看到没有 我想问一下粉丝们 你们知道阿子真实 心里有几个人 我没聊 我聊都没聊 我真的没有聊这个话题 是你们一直在公屏上打 我叫你们不打不打 我都不是 我都不是我 不是我 你们非要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都不想说话的 嗷嗷丧人 那个我说一句 来我说一句 包括刚才那个散解仁义 对吧 散解仁义阿姨 散解仁义阿姨在吗 散解仁义阿姨在吗 在吗 在吗 你上麦了 你上麦 我你说点事来 我看到你的公屏上打的 这两个了吗 能不能上麦 我知道你也是我 彭照的老粉对吧 也是彭照的本质 对吧 你本质是6级的 对不对 散解仁义阿姨 你相信彭照说的话吗 如果你相信话 你就上麦 你不相信话 你就不用上麦了 知道吗 你们记住一点就可以了 好不好 任何人 去私信粉丝 跟粉丝说的任何东西 都是经过筛选过拒绝的 懂了吗 你想一下 我为什么去跟你散解仁义 去讲这些东西 我不去跟另外的粉丝 讲这些东西 为什么 你想过这问题没有 因为有人知道 你是谁谁的铁粉 知道吧 我说实话知道吗 做这种事的人太龌龊了 我先不谈你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知道吗 但做这种事儿真的太龌龊了 我从来不去跟粉丝 试镜说一乱七八糟的事儿 我也从来不在背后 跟任何粉丝 试镜说谁谁不好的事儿 是什么 君子散当当 小人长青青 懂不懂 没必要你知道吗 那做这种事儿就没必要了 你知道吧 他想告诉你这些 就是谁如果说私信粉丝 告诉你一些东西 所有东西都是经过筛选的 明白吗 然後你會覺得 我靠 我覺得你說的對 我覺得你說的真的是事實 那只是別人想告訴你的事實 好吧 你想過這個問題沒有 為什麼去跟你說 想過這個問題沒有 沒必要 電視劇裡面我剛才說的這句話 電視劇裡面也是那麼演的 知道太多的人知道嗎 都死得太快 因為你知道太多了 啥真相不真相的呀 你覺得你知道真相就是全面的嗎 那都是篩選過的 我們做個聰明人好不好 所以那個善解人意阿姨 因為我知道你也是我的一個 比較老的一個粉絲 你還不要認口朋友 你知道嗎 所以我才跟你說這句話的 不然一般人我真不想說 這網爆網爆很可怕的 對 好了好了 不說誰了啊 不說誰了 你看我永遠從來永遠 我實行任何一個粉絲 包括我一樓的大姐 二樓的大姐 三樓的大姐 我從來不跟自己的鐵粉 或者老粉 在私底下說水 我從來不做這種事 來 上面幾個大姐是不是這樣呢 試著跟我打個試來 一樓大姐 二樓大姐 三樓大姐 這幾個大姐 這 這上面上面四個三個大姐 還有謝爾 你知道嗎 是跟我很鐵的 但是我從來不跟他們去說誰誰誰不好 包括私底下我都不說 你知道嗎 那你私底下去說這些話 意義是什麼呢 那絕對是有目的 是有目的 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呢 不太熟 但是我觉得你做法不太好 你知道吗 真的这种做法不太好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我是这样觉得的 我说个人很公平公正的话 都在想 抓牛腿 都在一个平台玩儿 要去把边缴 来吧 我给他的 останов 你 睡觉 你 你 别闻 没闻 我 是 我 没闻 我 有 我也 有 有 我又不想说人了 说了说了 有了一层烧 失恋的生涯 叫人的鸡肉 不过你们说了 看什么相片我认识我认识没见过 晚安晚安你们先睡 我找人去接我 要我实际来接我下班 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你 在 popcorn 玩啊 玩得好 玩的好严重 你怎么要哄的 哄的吗 哄 你每天都这样忙 喜欢摸到点关注 加灯牌进群 吹牛丸 今天我开完波之后 可能这年都不会开波了 香火怎么办 香火又在群里呼叫我 又在群里呼叫我 不能再过去跟你们在群里闹一闹 对 有的不开放我在群里也跟他们聊天呀 你在群里聊天 唠唠嗑聊聊天 所以你们 如果说没关注 请关注 先点关注再加灯牌 然后再心里进群 好不好 然后看哪个群 有味的进哪个群 我们要看你人质 平安幸福快去刮个灯牌去 群如年华去刮个灯牌 蒙呆呆去挂灯牌 都是因为老粉 那么灯牌都没有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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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成为一家人 有SY你有灯牌 你四级灯牌了 我笑的很羞涩吗 感谢风格 听话一点孩子 为什么不听话呀 没有下波 真的扯肚子呢 雪花飘飘你急的吗 欢迎 你六级了 你都没六级了 我现在找到了 我要找到了 你这样好不好 我跟我去相亲的时候 我跟你们开直播去相亲 行不行 开直播去相亲 我说过这个话好像 好吧 像然后问下你们的意见 行不行 不行 跳的又走了 哇 行的话要跟他撅一撅 好吧 都做参谋长 明明都是我的智囊团 然后我把 我把手机放得隐藏一点 一般被他看到 我准备下播了 我司机马上来接我了 准备下播了 然后下次开播可能三天以后 最快三天以后 半点可能的一个星期 准备 然后没点关注赶紧点关注 没加 真牌赶紧加 真牌 没进群的赶紧进群 然后我不开播 我会在群里跟你们偶尔聊聊天的 好不好 准备 下播了 再送你们一句话 所有质疑家 936个家人 我送你一句话 留言 止于 智者 不知道吗 留言 止于 智者 在这个 非常混乱的 网络时代 在这个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的网络时代 咱们理性看到每个人 理性看到每个事情 理性看到每个牛言飞 懂吗 不要被任何人去带接受 不要被任何人去影响你的判断 你就要记住一点 方向家人看 第一 一个好人 人不过说不错 也不过去说别说坏 对不对 对着哪个对着 对不对 是吧 所以 牛言一定是 自责的 好不好 行 咱俩消息 咱俩消息 拜拜 下来